画中女生戴着贝蕾帽 柔和的黄色和绿色衬托着圆润的俏脸 构图展现出立体主义风格 这是著名艺术家毕加索 1938年为她的Muse兼第二任恋人 玛丽德雷莎沃特所做的画作 戴橘红色贝蕾帽的女子 这幅画10月23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拍卖 那是苏富比与美高美酒店集团 联手呈现的毕加索作品专场拍卖会 当天11件毕加索作品罕见亮相 最后全部顺利成交 斩获1.09亿美元 超越了拍前最高估价 领先全场的作品 就是这幅戴橘红色贝蕾帽的女子 这幅作品从1400万美元起拍 经过三位买家的激烈竞争 最终以3500万美元成交 是拉斯维加斯至今成交价最高的艺术品 位列全场第二的是毕加索 晚年罕见的巨幅作品 《男子与男孩》 落垂在2100万美元 画中一老一少体现了毕加索 在创作生涯后期 对人生和世代传承的看法 画中的男人和男孩 一方面象征毕加索在艺术生涯 尾声对一坛后辈的影响力 但同时就好像年轻人一样 创作不错 另一方面则暗示 他身为人妇后继友人 本次拍卖的11件毕加索作品中 除了油画和纸本作品外 还有艺术家亲手制作的陶瓷作品 创作年代从1917年到1969年 跨度大约半个世纪 这些艺术品归美高美酒店集团所有 在过去的20年里 一直在集团旗下位于拉斯维加斯的豪华酒店内陈列展示 而这一次美高美集团之所以要出售这批毕加索作品 是为了使所收藏的艺术品更加多样化 美高美集团委托苏富比拍卖行负责这一次拍卖 这是拉斯维加斯史上最大型最重要的艺术品拍卖会之一 也是斯富比在纽约总部以外举行的第一场大型晚间拍卖